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人家商行司团 气势磅礴的暂停表演 公营全中运圣火力临新北市 112年全国中典学校运动会 将于4月22日至27日在新竹县举行 大会圣火抵达新北市政府 由教育局长张明文代表迎接 并由中校国中和新竹县大会圣火队 以奥林匹克传递模式交接圣火 洋溢深深不息的神圣气氛 圣火最重要的意义代表的就是团结和平正义 当然很重要的就是友谊 希望大家可以透过竞赛建立深厚的好友谊 就是真正的能够让运动成为一个健康 还有这个代表国家的国力 还有培养下一代的运动人才 新竹县教育局长杨俊慈 特别与新北市教育局长张明文交换礼物 感谢去年新北市无私分享宝贵经验 他表示这次全岛五个圣火传递路线都平安顺利 象征今年全中运将圆满成功 也欢迎大家前往比赛场地 一起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来到新北市 那也期待在4月22号开幕典礼 邀请大家一起来到新竹县 那透过再会希望大家来做更多的一些交流 也来到新竹县来看新竹县的好山好水 跟好风情 今年新北市派出1400多名选手 角逐21种运动竞赛 张明文希望选手们 本着运动家的精神 在比赛中突破自我 共创新北荣耀 记者《沦洪》采访报导